比较会照顾女生的 然后比较成熟一点 表现的话就比较在细节上 还会照顾女生 注意一些小细节那种 比如说女生来立奖 然后会给准备红糖茶什么的 我觉得男女在一起 首先性格特别重要 然后再一个就是 如果男生会再带一点幽默感就更好了 因为会讲笑话的男生 还是挺有魅力的 幽默感 就是比方说两个人不太熟 但是他有幽默感的话 就会化解很多的尴尬 我喜欢那种格格的男生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当朋友 然后妹也可以说很多很多 然后我觉得格格的人 他们让男生也喜欢 让女生也喜欢 是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 非常独特的地方 我就喜欢和他们一起玩 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 我觉得就是那种 也不是特别直男的那种 能让我比较感觉舒服一点 就是他会考虑女生的 就是考虑女生的感受 会在乎女生的想法 感受到他的小脾气啊 小情绪 您认为什么样的男生 会让女生觉得相处很舒服 成熟和稳重吧 然后大气一点 不是那种很小气的男生 不要那种太孩子气的 就是他如果可以好好听我说话的话 就觉得很好相处 然后看着别人的眼睛 回答问题就很棒 by bwd6